Colents 還有一個Repeat Direction 你可以去控制它的那個 擠欄跟那個方向 這部分你們可以 這個後面有個Sample 是在這一個多欄的部分 是在8-16頁的下方這邊 你可以去做一個設定部分 這邊有一個相關的欄位的設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這邊的話 有一個資料的一個行的部分還有一個方向 這邊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一個設定 其實 設定上的也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不會太複雜 所以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8-14頁這邊的第一個Sample 就是在 倒數的第4行這邊 我們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第一個請各位新建一個 在第8張的Sample 第8張的Sample裡面 請各位建立一個 Data Show 或者是說你可以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範例檔裡面完成的效果 然後呢再逐一 自行再來做一個設計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打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的相關的設計方式 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各位可以慢慢發現 就是說 像這樣的控制項 它的優點就是怎麼樣 幾乎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就可以把你的資料 從資料庫裡面把它帶出來 那這一點的話 最大突破我一直強調說 它 跟以往的設計工具最大不一樣 就是 讓你省掉很多要必須要寫程式的那個部分 那也就是說你幾乎可以不用寫程式 但是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因為你 沒有去寫程式 也就是說你會對這種控制項的依賴度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呢這個控制項能夠做到什麼 你就能做到什麼 但是如果這個控制項不能做到什麼的話 那很抱歉 沒有這個屬性 或者是沒有這個設定 你就是不能做這件事情 除非你自己要在寫程式 才有辦法做到 也就是說呢 這個控制項 也不是說你不能再寫程式 你還是可以再寫程式 只是說呢 你要自己再去做開發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對於設計師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問題 所以 我一直強調說 很多的公司就會再去購買一些 所謂的第三方的那個控制項 Separty的工具 就是設計好之後 他買過來安裝上去 在你的控制項裡面呢 你就可以把引用進來用 這個部分就外部的一個 所謂的控制項 那我們這個地方是 內部已經給我們的控制項 這個控制項名稱的話呢 就叫做Data List 在這個地方 所以請各位看這個地方在我們控制項裡面有 你可以把它拖拉過來用 那使用的方式的話我想 也非常的簡單 但第一個你必須要提供一個Data Source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書本上面是用SS的部分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它改為什麼呢 改為 比如說SQL Server的部分 或者甚至 你也可以再把它改 我建議還是你可以把它改為比較 前面的版本 那以外